这就是顾名思义啦 所以你可以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给他什么 没关系 你可以一样嘛 我的习惯是反正我有时候 不可能说把它背起来啊 这些东西背起来也没有必要啦 你在习惯是这样 我的习惯是我也不刻意去背 但是我点一下我看一下 他要跟我要什么 我给他对东西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他问我要什么 跟我要一个位置 这个所谓的位置应该各位有记得吧 比如说我要抓这个资料 我就点他一下 但是他一定是个test 所以怎么样呢 前后一定要加双一号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是抓什么 抓B2的资料到这里 哎有没有录制 那这个的话一定是抓什么 抓B3 下一个抓B4 下一个抓B5 所以他的规则应该可以看出他的规则吧 其实是什么 所有都是抓B籃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那个后面的列 有没有 23456一直到33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了 其实你也可以利用刚刚的方法嘛 如果要产生2345 那不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一样用column column里面的话先抓到他目前所在的栏 然后呢 那减掉我要的减掉的话 减掉刚刚减掉 2啦 B2嘛 2好 按去 按打勾 2 然后向下 向右 2345 那向下我要让他增加的话 那边一样嘛 加上 他现在所在的列先归零 所以 ROR 小刮壶 减掉2 那因为要先减 所以先把他刮壶先刮起来 乘上他未来要 就是几倍 因为刚好四篮 所以 下一个就是四的一倍 四的两倍 所以乘上四 四个篮位 OK 所以以后 这些这些其实应该都可以套在很多地方上面 起码很多地方我都这样套 就可以 跟那个像那个 index 或indirect 其实就可以马上搭配的很好 向下填满 到33 一次就OK了 你如果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可以把这一个东西 再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 最近使用过的indirect 然后把他怎么样 先给他一个 一定是文字哦 所以记得这个test哦 一定是双一号 B欄 后面要串接他哪一列 所以end把刚刚的这个列 把它贴上就好了 贴到后面 他就会刚好二嘛 所以B2 B3 B4 B5 B6 刚刚好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还要锁 锁定哪些吗 好像看起来都不用 所以你按确定向右 向下 这样OK了 所以感觉好像 intirect跟intex比起来 好像这个似乎 简单的一点点 不过还是有点复杂 不过至少两者比较起来 OK 所以 函数很多种 但是你就要自己要熟练 然后知道哪一种方法 比较简单 OK 那接下来当然你就用什么呢 再把刚刚的方法就是mid 比如说我觉得mid比较简单 那我就把它剪下来 插入mid函数 把文字贴上 star number的话就是根据这个 所以先打L1 前括弧 然后把这边点一下 那加两个字 冒号加下一个字 那几个字呢 99个字 这样的话按确定 然后这个1要锁起来 否则的话等一下 它会跑掉 1锁一下 OK 然后第一笔要锁 向右 向下 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intirect就大功告成 接下来 等一下看那个 同样逻辑 请你把它改成VBA 那当然我很希望 这边旁边按个按摩 就自动出现就好 但是呢要怎么样把VBA快速写出来 其实VBA的话呢 程式并不多 大概就是两个 不会有两个回圈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 告诉他 哪 哪几列 输出的位置 哪几类 然后呢就是再去 把资料丢到 指定的位置里面 不过这个我想待会再来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着把 intirect的部分 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